炸弹可以粉刷墙吗 据说当年憨斗先生为了偷懒 在一贯完好的油漆中放入炸弹 等炸弹炸开之后 油漆也被炸得四处分散开来 并且能够完完全全覆盖好整面墙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炸弹能不能用来刷墙呢 今天留言二老就来验证这则留言 他们进行一场油漆比赛 分别设计自己的油漆装置 最后在经过炸弹的威力之后 选出最佳的设计 首先亚当要先尝试一点C4炸弹 对于一小袋油漆所带来的影响 他来到了指定的实验场地 在那里他将C4炸弹 跟油漆放置在同一水平线上 并且在油漆的右边 加上一块大大的画布点燃炸弹 很显然 油漆并没有被赋予太大的能量 在慢速摄像机下 小型的炸弹迅速炸开 但油漆并没有被分散 而是由于重力的影响快速下坠 仅仅只是将画布的底端涂满了 亚当觉得这应该是炸弹 与油漆之间的距离所导致的 于是亚当直接把C4炸弹放在油漆的底下 并且加上了一块爆炸反射面 然后直接点燃炸弹 可以看见 这次的油漆喷射距离与喷射范围 都有了很大的进度 但是亚当觉得 可以适当地提高炸弹的威力 从而更好地将油漆布满这幅画 于是亚当找来了板块炸弹 以同样的方式放置油漆 直接点燃 可以看见画布以及反射面都被炸裂了 不过这也让亚当有了新的想法 另一边的情况呢 夏娃在经过一系列的测试之后 找到了最佳的喷射黄金比例 她的设想是找到一个 能够固满整面墙的喷射装置 并且这种装置能够承受住炸弹的攻击 在得到准确的调整完之后 她来到了试验场地 将C4炸弹和油漆放置在一个压力瓶中 测试压力瓶的承受能力 事实证明 压力瓶能够承受炸弹的威力 于是夏娃加上了她的喷射装置 再次点燃 结果并不像预想中一样 油漆依旧没有受到强大的推力分散开来 于是夏娃对装置进行了改进 她扔掉了椭圆形气压瓶 采用自创的球形气压瓶 并且在装置的内核安装上 四个漏斗用于装油漆 所有一切准备好之后 一个巨大的死亡球形粉刷器就完成了 而亚当却是决定制作一个打造艺术的机器 以雪花为原型 开始设计 最终二人的设想都完美地成功了 但是效果如何并未可知 于是他们来到了爆炸的场地 先上场的是亚当的雪花油漆机器 亚当把六颗C4炸弹分别放在相应的位置 再在每个炸弹的前方放置几个混合油漆包 油漆包的前面是六个画板 准备就绪后 点燃炸弹 可以看见 五彩缤纷的颜料四处散开 亚当得到了六幅完美的艺术作品 夏娃的死亡球表现如何呢 她将球移动到指定地点之后 填充好相应的炸弹和油漆 远程点燃 瞬间冒出了红色的烟雾 查看后发现 油漆并没有完整地覆盖整个屋子 也就是说 炸弹并不能有效地代替粉刷酱的工作 想要一念完美覆盖油漆的墙 还是老老实实刷墙吧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